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16年的男友张志成 于2006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宁还顺利生下宝贝女儿 以家庭为重的王瑞霞 更是位子淡出演艺圈 直到去年底才重返歌坛 之前在受访时 还大方分享了这段日子的育女心得 不过当提到女儿过去罹患的怪病时 王瑞霞仍旧一脸心有余悸 王瑞霞透露 目前就读国医的女儿 小时候曾有过一场 让她无法忘怀的生病经历 有次一家人 采完海域返家后 女儿当晚就倍感不适 无法躺着入睡 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后来有次女儿 还难受地对她哭喊 你们知不知道 吸不到空气的痛苦 王瑞霞永远也忘不了 当时女儿无助的样子 提起当时女儿生病 王瑞霞坦言 真的十分诡异 女儿身体没其他问题 且白天一切正常 一旦到了晚上睡眠时间 女儿却又说无法呼吸 让她跟先生心急如焚 想尽办法 又为女儿治病 女儿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求医问诊 病情却始终没有好转 后来夫妻俩甚至开始 尝试收经等疗法 但问题却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一起当时女儿 为此受尽委屈的遭遇 为人母的王瑞霞 还是忍不住心疼地流下眼泪 惯性 后来老公有次带女儿 去看医生时 因错阳差下 挂错科别 才诊断出女儿 是因为气喘所致 所以在这些年 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 女儿已经好了许多 女儿气喘没那么严重 以前是一个月两次 现在一年才会出现不适感 让王瑞霞放心不少 除此之外 王瑞霞还自豪地分享女儿 在运动上截出表现 她国小时 对扯铃产生兴趣 一路苦练 征战大小赛事 不过王瑞霞也坦言 每当看到女儿 因为刻骨练习 而出现伤痕 被砸得满头包 脸部 身体满满七一块 她总是十分心疼 但因为知道 这是女儿热爱的运动 所以还是选择支持 而如今 女儿已经变得厉害无比 抱回多做奖杯 让王瑞霞感到骄傲不已 最后 王瑞霞也提到了 自己理性沟通的教育官 也不建议 对孩子以动手的方式来处罚 尽量不要去动手 并要求小孩理解说话 是种沟通方式 看得出来 王瑞霞对女儿真的很用心 无论是教育方式 还是兴趣的支持 希望孩子未来 能顺利长大 不要让妈妈失望 是我耳洞轻 是我太软心 才会对你的白贼话 一直相信 52岁资深台语歌手 王瑞霞 当年唱有绝情语 小姐请你呼我爱 是我太软心 等经典作品 被誉为苦情歌后 哀痛悲情的形象 深知人心 明明私下婚姻幸福美满 他却无奈笑说 歌迷都以为 我一直在失恋 王瑞霞分享 唱了太多失恋悲歌 很多婆妈粉丝 都会在打进电视台安慰他 让他觉得可爱又好笑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 当时 他和罗石峰合唱歌曲 后来对方刚好 交女友被拍到 很多人就call in跟我说 阿霞你不要伤心 罗石峰把你抛弃 没关系了 男孩子很多了 王瑞霞坦言 他私下个性非常开朗 只是招牌苦情唱腔太出名 大家才会认为 他情路坎坷 那首流行风尘味的曲子 口气就比较重了 而实际上 他和现任老公爱情长跑16年 结婚14年 予有一女亮亮 家庭生活平淡却知足 他也透露 为家人洗手做羹汤 就是最大乐趣 回归贤妻 妈妈身份的王瑞霞 手机里全都是食谱 我每天躺在床上 就开始想明天呢 有没有录像 有没有其他事 大家回来 我要准备什么料理 提到目前就读高一的女儿 她予有容焉地表示 孩子热衷于扯铃 征战大小赛事 抱回许多奖杯 虽然因此受过不少伤 却努力坚持至今 其实王瑞霞的婚姻 相当幸福美满 和老公张志诚结婚15年 两人约有一个宝贝女儿 对他来说 家人就是他的全世界 他喜欢为自己所爱的人做菜 每天最享受的时光 就是在厨房里 钻研食谱 他笑说 最开心的时候 跟地方就是 待在厨房 然后每天躺在床上 就开始想明天呢 我没有录像 我没有事 如果大家回来 我要准备什么 现在我的手机里面 全部都是食谱 而回顾起自己在演艺圈 一路走来的日子 王瑞霞最感谢的 有三个男人 首先第一位是 带领他进公司的老板 许安静 回忆起当年 自己还只是个学生 戴着黑矿眼镜 外形也没特别出色 但对方却坚持不顾 他人意见牵下他 王瑞霞透露 尤其当年老板的一句话 你一定会红的了 我就真的拼下去 因为为了证明 老板的决定是对的 当年再苦再累 跑了数百场通告活动 王瑞霞仍没有怨言 坚持要撑到底 第二位要感谢的男人 是已经离开的台语歌手 陈一郎 因为在早年发片时 那是对方带着他 四处跑通告宣传的 现在只要在路边 听到陈一郎的歌声 就会让回想起 一起和他合作的点点滴滴 两人之间 有着外人无法理解的革命情谊 而最后一位 王瑞霞要感谢的男人 就是同公司的歌手 蔡小虎 原因是对方时常关心他 也会约一起吃饭 让他觉得自己不孤单 是过去遇到的那些贵人 帮助王瑞霞在影圈 闯荡这么多年 也不至于过得太辛苦 相信他们的好 将永远被放在心中 而如今年过半百的王瑞霞 给自己的后半生目标就是 珍惜工作 家人及朋友 走向简单但精致的人生 从忙碌的工风 变为轻松惬意的女王风 真正享受轻松血液的生活 而瑞霞上月初 幸运预约到AZ疫苗残疾 他透露 先前有田疫苗意愿登记 另外报名残疾 有田突然接到接种通知 但当时疫苗副作用新闻多 他坦言看了心慌 曾犹豫是否该打 但有人语重心常说 你一定要去打 你是妈妈 要保护好自己 才能保护女儿 鬼母则强的他说 我是为了女儿打疫苗 管他打完 互相被卡车撞过 还是龙卷风扫过 东西准备好就好 孩子都生了 还怕什么 他询问已打过疫苗 医护亲友 得知可能会发烧 莫名胃寒及全身疼痛 急忙找出三套 以收好的雪地大衣 并买好退烧药 椰子水及运动饮料 他也怕打了疫苗不舒服 人忙洗好澡 我怕我用爬的回来 他形容自己备战打疫苗 就像14年前 要生下宝贝女儿亮亮一样 且家中多是靠他煮三餐 出发前 他召集家人 沉痛表示 打完疫苗这三天 我都不会开火 我可能会发烧 一直躺在床上 你们要自己准备好三餐 在老公的陪同下 他火速打完疫苗 返家后直到凌晨 才开始发高烧 但他稍稍退退 远不打算吃药的他 因受不了头痛 才吞了颗止痛药 他大叹 真的非常不舒服 头很痛 像重感冒 加上全身疼痛 关节像被拆掉 他自嘲像白蛇传里的白蛇褪皮 还和老公开玩笑说 是不是端午节到了 我还不能喝酒 不然会原形毕露 那两天他格外试睡 还和女儿说 我要冬眠了 连烧开水都没办法 但也意外获得太后般的待遇 女儿会下厨 从小他就喜欢进厨房 四岁时就有一套自己的厨具 我负责用嘴巴远程操控 老公做家事 不过恰巧好友送了鱼来 但女儿处理前不知道是活的 被吓了好大一跳 只喊 我以为家里只有我们三个是活的 就会由老公处理 而王瑞霞也提到 女儿对烘焙很有兴趣 之前更陪他去采买鲜奶油 来没等食材 有天吃完晚餐后 女儿开始做蛋糕 以为他只是要烤个简单的微风蛋糕 结果一路弄到凌晨一点 他打了三色奶油来装饰 叫我试吃 给意见 还真的很不错 但女儿整理完几句后 已是凌晨两点了 他笑说 虽然疫情下 母女两作息不正常 也担心即将升国三的女儿 开学时会排不起来 但对于开学 全家人都很期待又兴奋 人还是需要社交 这在线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还是想去餐厅吃饭 跟朋友聚餐 上下课 打排球 所以家庭主妇的他也表示 得知解封 有望松了口气 我每天都在变换菜色 老公 女儿会点菜 说今天吃日式 韩式 义式 川菜等等 以前我随性 学过很多料理 但疫情间 关在家里 真的不得不做 我女儿说 妈咪 你做的比餐厅还好吃 但我现在听到降级好开心 觉得皮球卸下去 更透露 有天不想下厨 一家三口吃泡面 至于工作 他表示八月会陆续复工 这段时间 他也相当珍惜 也感叹当妈真的不容易 希望大家都能给家人一些鼓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